文梅宜来月妖娇妈妈,一个离婚两年的男性朋友,托我帮她介绍一位女朋友。 她今年37岁,和前妻离婚两年,长相,收入等各方面都还不错,和她聊完,我气得半天说不出话,之前我一直不明白,她长相不错,愿心两万为什么前妻一直以要跟她离婚?为什么她离婚后再也没找到合适的? 看不见妻子付出,一位喧气,埋怨,不珍惜妻子的人,终将会被抛弃。 当然,也有越来越多的男人,开始意识到,家庭需要两个人共同经营,孩子也需要两个人共同的陪伴。 没有女人,会想要一个只会躺沙发上玩手机的巨婴,也没有女人,愿意把自己的青春浪费在无穷无尽的家务上。 等女人咱够失望真的要离开你,就绝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让她回心转意。 丸子妈想呼吁更多的男士,对家庭多一份责任,对老婆多一份关心。 毕竟,遇到一个义无反顾为你付出的女人不容易,不要辜负她杀给你。 丸子妈也期待每个女人,都能独立自强,都能在婚宁里,拥有不委屈自己的能力和底气。 关于作者,窈窕妈妈ID,Emen,有两个逗里孩子的二胎妈妈,用漫画和文字,分享海洋育儿知识,解读婚姻情感生活,陪伴千万妈妈和孩子的成长。 授权请联系窈窕妈妈ID,Emen,and. 授权请稻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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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